那当然我们今天我会把它每一次上课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我们从第一次到第七次 等于今天第八次 那前面的话影片都会在这上面出现 而且会蛮清楚的把它每一段每一段分段 所以你回去的话只要有部分不太清楚的话 请各位回去再听过 那我们主要讲了哪些比较重要 第一个就是像那个去下载那个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那因为这个档案的话是在台北市政府的官网上面 它理论上可能会放一个什么CSV档 我们看台北市还蛮喜欢用CSV的 那CSV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 到底它的编码方式是那个什么 是用什么这个NSI或者是 NSI就是Big 5 或者是用的什么UniCode UTF-8 OK如果你知道的话当然就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去抓取它的时候 那你就变成要把它放一个编码方式 那这个有点像就是开档 不过这个因为它的档案是在它的Service上面 所以我们必须用一个叫request的一个module request的一个module 里面有个方法叫get 把它从那个给它一个网址 它就帮你把那个东西给get下来 那get下来之后的话 你要把这个get下来的东西里面的test 把它做解析 OK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把资料 像我们上次上课的话主要是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所以上次上课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把它放在什么 公有零售市场里面 所以第一个用get有没有 那里面的话当然我们上一次练习是用request 然后把它放到sqlite资料库 所以这一题的话第一个一定要input request OK跟那个sqlite这两个 这两个module一定要把它先input进来 OK那个request是要外部安装 它本来在你的那个韩式库里面没有 所以我们不是在那个我们云端版本上面有嘛 你就下一个pipe pip 控一个install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request 有没有 那以后的话很多东西啊 假如说你内部没有的话 因为我们安装那个 那个python的那个韩式库里面 它不是全部都装 它有部分是没有装的 那如果没有装的话呢 你就是怎么样 需要把它再做安装 然后另外还有sqlite 散这个是资料库部分 那其他的话就是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基本上就是我们去下载那个公有 那个零售市场的相关的资料 那理论上就这一串 我就讲过就是你可以按右键把它的网址取得 那编码方式的话 如果encoding假如说是bigfi的话 那就是 其实怎么知道是bigfi 如果你下载那个档案的时候 它可以用微软的那个ecell打开 是没有乱码的话 理论上就是cp950 那如果打开之后是乱码 理论上就是utu8 大概是这样 理论比较常见的 那还有就是说呢 要把它splitter splitter的话 如果是cp950的话 很容易可能会多一个反斜线R 就一个return 上次好像有讲过 所以你们可以再看一下那个影片 我有特别强调 尤其是微软用的那个软体 它会多一个这个东西 但是其他不会哦 所以这个部分有时候你可能要用那个像 那个什么 那个notepad plus plus 稍微看一下里面 有没有 那个检视有一些资源 然后你可以看到 另外的话我们就是再建一个database 然后把那个下载的这些资料 全部都丢到哪里呢 丢到那个资料库里面 就底下这一串 OK 这上个礼拜 我们讲到的部分 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呢 我们下载那个pm2.5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从那个行政院的官网上面 这上面都有 另外最后我们还有什么 找出那个最低价的蔬菜 并且移除重复 那方法很多 这个我们上次有讲到 那请各位就是 如果对这部分有点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回去可能稍微看一下 OK 那再来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pm2.5的范例 比如说我第一个先怎么样 先把那个pm2.5的这个档案 当然他提供的档案格式很多 行政院环保署还蛮用心的 因为他有CSV之外 也有JASM 也有XML 那未来当然 你们可能会遇到就是说 各种的格式 你都要有能力怎么样 可以把它抓取到 然后并且做后续处理 那处理通常会丢到资料库 所以你也可能会需要下载完之后 把这些资料呢 通通都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OK 比如说我们 这个地方上一次上课是pm2把那个JASM 那另外还有XML 今天也许我们来看那个XML的部分吧 把这个行政院环保署上面的官网的资料 XML的资料把它下载 那另外的话有提到有关那个MySQL价站的部分 那个MySQL其实用的还蛮普遍的 因为主要它这个是所谓的自由软体 然后它的各方面的这个资料库的稳定性 根本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部分大家用的还蛮多 最早是PHP会配合MySQL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再花一点时间把它装起来 安装我上个礼拜有讲过嘛 其实如果你是在Windows环境的话 非常的简单 因为这懒人包 但Mac可能状况会比较多一些些吧 不过如果你用Mac你就自己再克服一下吧 实际上这个在Linux也有类似的版本 也是可以直接在那个Linux上面装啦 其实理论上像这个东西 因为它不太需要什么 不太需要一个很很很强大的电脑 其实你只要把你家里不要用的电脑 笔电有没有你就把它装个SAMP